大家好,我是蓝蓝 我这期呢就跟大家聊聊啊 这个老年人住院作为子女啊 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我妈呀,她是怎么引起的啊 她就是刚开始她说浑身没劲 后来正好楼下呢 六五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 结果一查就发现她呀,甲低了 社区院医生就说赶紧上医院去化验去 这么早就带着她去化验了 一化验,哎呦,甲这么低啊 说呢给她补甲,就补离化甲 说一个星期以后呢,你再来抽血 看一下甲补上来没有 医生不多说嘛,咱也不懂嘛 回去就吃吧 就拿了一个月的药 结果呢,半个星期 我妈打电话,我那药没了 你就给我取去吧,上医院 我说,一个月没到呢 这刚俩礼拜,人也不给开呀 我说不对呀 我说那药你吃了多少啊 结果一看,她吃过量了 那个绿化甲那药哈 别怪我,粗心了 我写的是两片 然后一个鞋盖,日 意思就是每日两片 她不懂,她呢就以为是 每日两次,一次两片 所以她一天吃了四片 等于多了一倍 那肯定啊半个月就吃完了 结果呢,我那天正好呢 带我爸上医院,看病去 我也给我妈挂了一号 我就跟医生说 我说你看他这甲 换结构也出来了,你给看看 她说这个还是低呀 我说她现在没药了,怎么办呀 她说那接着开吧 她说按道理来说,她应该住院 人也没自己说,我也不懂 后来我一想 我妈也好长时间没住院了 因为我妈住的也比较贫散 我说住院呢,就彻底查一下 因为她最近不是比较消瘦的 比较厉害吗 到底是不是营养不良啊 还是说啊,怎么回事 什么肿瘤标志物都给她测一下 心脏呢,她又 那天也是,就不小心摔了一下 她就,哎呦,传不上气来 那我说那就住吧 我跟医生一商量 后来带着我妈下午也来看了 然后我妈也同意 就带我妈看病 就直接上病房,就住了院了 住院呢,医生就以为做手术嘛 一般住院的都是厉害的 一看我妈也没什么事 就缺一个假 医生还说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啊 那个门诊的医生上住院的呀 我说她住院,你跟我妈查着吧 她说行 我一听那大夫的意思 就说妈没多大事 妈叫抽姐呗 每天监测血压呗 每天化验呗 我就隔一天去一次医院 每次去呢,我就给医生打电话 后来呢,第一天住院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我们有时候把病人 就把家属送到医院 就觉得,哎,交给医生了 就放心了 实际上可不是 因为医生不了解她的病情 尤其像八十多岁老人 她那药名记不清了 她吃的药,她也记不住了 所以到那儿呢,护士间问 你都吃什么药啊 医生,你吃什么药啊 她不让你回家取药去 她在医院给你开药 就让你吃 那你想每个人都吃那么多药 老人,那万一差一种哪儿行啊 我就第一天刚跟我妈办完住院 我就赶紧跑回家 我就拿她那药盒 我说因为她所有的药都是我给她写 每天吃什么几遍 我都给她写信 我照着那药盒就给医生打电话 我说她吃什么什么药 医生一看 缺一个骨化三唇 我说那您赶紧的吧 这她每天吃 骨化三唇是什么呀 就是治骨质疏松的 我妈骨质疏松特别厉害 你看她都挪锅了嘛 老年人嘛 这个缺钙特别厉害 这一天都不能少 医生说啊行 那我们再给她加上 你看就加上一种药 你要不跟她说呢 是吧 你住院一礼拜 这骨化三唇 那她又是骨质疏松了 你治好那儿 这儿又不行了 这个就特别注意的 后来呢 等到在那儿也没事 我妈说 哎呦 我这好了 哎呦 不难受了 我说您都给书的什么页呀 说的书的那个微循环的 就扩张血管 就让它血液畅通的 哎呦 这也挺好的 后来呢 医生就说那个 后来我妈又给我打电话 说呢 到了下午血液就低 那我就急了 我就找医生去了 我说 我妈来的时候 都正常的一百二七十多 是吧 我说您这现在 给治治成八十四十了 我说你都给用什么药了呀 后来医生就说 赶紧停 就一 输着液呢啊 就把那药就给停了 不知道输的什么液 可能也是保护心脏的吧 就一般的药物都是 治这儿 他就伤那儿 等到那儿今天不出院吗 我就又找大夫去了 他给开的每一种药 我就给他写上 吃多少 都记得清清楚楚 而且这种药治什么的 而且呢 我这回终于知道 我妈为什么缺假了 就是有一次看病哈 要不说这大夫啊 有时候不负责任 他跟我妈开了一种 拖拉赛米片 当时吧 我就知道这是利尿的 我就问我妈 我说妈你腿肿吗 她说不肿 我妈说我从来腿都不肿 后来我就问医生 为什么你给我开这利尿的药 我记得我当时还找他们院办去了呢 后来呢 他就说呢 啊这利尿的药对心脏有好处 他就跟我解释 啊 然后那个利尿的药吃的不多啊 但是呢 他也让吃 那也不知道啊 这就吃吧 后来今天这大夫说了 拖拉赛米片 利尿的药就会是你的假减 假低 就是一般吃这个利尿的药 都要同时吃绿化钾的药 要给它补上来 所以今天医生说了 这个药你可以停了 不用吃了 绿化钾 现在我们在医院啊 通过输液通过吃药 已经给调到正常了 这并不是终身服的一种药 不是说你一吃你就老吃 你说你看你要不上医院 你可能就每个月都去开绿化钾 他缺钾呀 吃啊吃啊吃 不高了也不行啊 这个药还是高危病人吃的药 平常社区医院都不给你开的 那天他说没了 我社区开点 我省得跑医院 是不给开 意思就是让你上大医院去 要做化验 是吧 你够了就不用吃了 可是医生他不跟你说这么多 他不懂 这也就是我在住院的 老追着那医生问 我不能让我就问 他说你比如说你妈腿肿了 你就给她吃利尿的药 吃的时候你就给她补利化钾 知道吧 平常呢 比如说现在不肿 你就别吃了 每天呢吃根香蕉 不就不下了吗 你从食物当中来补 尽量就不要用药 因为它是伤身体的 所以这回住院挺好的 就是我妈以后可以少吃两种药 拖拉赛米片 还有这绿花角不用再吃了 而且所有都检查了一遍 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它都是那种气质性的 比如说岁数到了 它就身体就弱了 它可能就不如好人好了 但是呢 没什么大问题 它也没有什么 什么血糖膏啊 这个哪都没有 所以还挺好的 我妈吃饭就是稍微少一点 就慢慢养吧 毕竟岁数大的吧 有点我觉得就够这个营养 它以后就勤跑点 先给它做点饭 毕竟你自己家的饭可口 你说给它雇一个小事工 每天做饭吧 这老人它也舍不得 所以就累我呗 还好我住在这 离他们那挺近的 反正来回也得路上 也得走啊 坐车啊 也得两个多小时 再做饭什么 反正这半天 那没办法是吧 那你赶上了吗 尤其他们年龄大了以后 就觉得老人啊 到了晚年那种 渴望生存的那种愿望 很强烈的 所以能帮就帮一下吧 哎 就是 生了以后后悔 是吧 你现在还有机会陪伴父母 等以后你想 陪伴可能也只能在梦里了 有人老说 来来 你为什么不让别人 帮你分担一下 我不管别人 我就管我自己 行 就这么个情况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拜拜 记得点赞关注哦